在中国,所有人都恨汉奸,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大汉奸。 1940年3月在日本人帮助下汪精卫成立了汪伟政权,汪精卫担任汪伟政权的代主席。 1944年汪精卫病死了,当时汪精卫手下按照汪精卫的要求把汪精卫的尸体埋在了中山林旁边。 1945年8月15日,当时日本因为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所以投降了,而汪精卫政权随之灰飞烟灭。 当时的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之后,汪精卫政府的汉奸头目全部被判死刑。 但是就这样的力度,也有一个汉奸成了漏网之鱼,这个大汉奸叫做任元道。 这个任元道早年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革命青年,参加过武昌起义,而且在武昌起义中还立下汉马功劳。 但是任元道这个人很贪婪,所以当时的任元道跟军统的戴笠混在一起,大发国难财。 1937年12月12日,南京在日本人的枪炮中沦陷了。 对,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是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当时的爱国人士纷纷抵抗日本人,但是这个任元道当时对阵将余为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进行收编,大肆杀戮爱国的官兵,最后人数多达一样多人,紧接着任元道没有举起抗日的旗帜。 反而投靠到汪魏准权的汉奸梁洪志的手下,从此沦为阔害国民的大汉奸。 1945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任元道当时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在日本投降的几个月之前,又率军重新投入了国民政府。 当时的任元道有戴笠作为后盾,蒋介石也不会杀了他,可惜的戴笠居然死掉了。 然后任元道没有了靠山,花了几百根金贿赂了一些人,转而逃往香港。 1949年解放战争后,当时的任元道拿着多年搜刮的财富,居然去了加拿大。 任元道每天都是花天酒地的享受,1980年任元道才去世,活了,整整90岁,这种汉奸真的应该早点死。 任元道算是全国知名的大汉奸,但是能活到90岁,然后寿终正寂,真的是中国人民对其的宽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